受菩提祭品乐 由于此法不听文故 由于一意菩萨退转阿禄多罗三秒三菩提 但为什么退转呢 没有缘分遇到这个法门 意思就是 如果他遇到这个法门 没有一个不成就 没有遇到这个法门 中途退转了 那我们也见到过 遇到这个法门 中途退转的也不少 这什么原因 我们细心去观察 他真遇到了 也正和声欢喜喜 也曾经发愿求神 对这部经也读诵 谁读诵 与此今真是一意 没有深刻的认知 他很有疑心 认为还有比这个更高的法门 他学书 他学书 在内 富不住 烦恼 贪嗔痴 吃慢 他的功力 富不住 外面 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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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诱惑 他抵挡不住 退转了 自己也知道退转 他回不了头来 这种人很多 这种人很多 用什么方法来预防 来救度 唯一的方法 就是教训 所以 祝福菩萨 无论他 做或实现 全部是教训 没有一个 不用教学的手段 来帮助众生 这些众生 都是迷惑的众生 都是苦难众生 不认识正法 就是苦难 就是迷惑 做再多的好事 不能出轮回 不能脱离六道 所以 有这么多菩萨 会退转 我们今天看到 很多人 修净土而退转的 就不会感觉的奇怪 他跟菩萨比 差远了 菩萨都退转 胡慌反复 那我们看到了 入入不动 心里头 明白 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对自己来讲 有好处 这些人提醒我们 我们不能走 他的路 那要怎么防止 每一天 要认真努力 奋法 精进 时时刻刻 不能妄设 佛菩萨的教会 最基础的方法 就是要把金读书 最好能背诵 陷下五四的时候 不是背金 就是念佛 不能去想别的 如果闲暇 想其他事情 我们就退转了 这一生往生进土 就靠不住了 一定要有这个紧急心 才能保证自己 不退转 极乐世界众生 阿弥陀佛 慈悲加持 借着阿弥陀佛 为什么能真正得到三不退 实在说就是阿弥陀佛 讲经教学没有中断过 我们这个时间就中断了 我们这个时间就中断了 睡觉中断了 吃饭中断了 扩藏有上扩下扩下扩 下扩中断了 中断的时间长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中断时间长 静修的时间短 在这个地方修修 不容易成就主要的因素 现在 这些科学技术很发达 我们利用这些工具来补助我们 佛号二十四小时不断的播放 提醒我们 可是 我们自己有一场 昏尘的时候 依旧中断 佛号虽然听了 就听而不闻 昏尘中了 睡着了 做梦了 梦里头也胡思乱想 几个人做梦也在念佛 没听说 所以做梦的时候断了 那么这你必须要记住 修学的环境 可以说 极乐世界 是第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恩 大德 无比 殊胜的 就是帮助我们 换了身体 阿弥陀佛 把这个肉身 血肉之身 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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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的 法心身 居住的 居住的环境 听经文法 没有中断的时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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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